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268集 啊 我爽了 他知道天地会其他成员 也在等待他的看法 传说道 我也有一个疑问 六品巫师拥有算卦的能力 为什么算不出梁有平的下落 另外 巫师还有咒杀的能力 倘若梁有平是对方的同谋 在得知对方失踪 可能泄露秘密后 杀人灭口是最稳妥的选择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巫师的咒杀术 只能针对修为低于自身的目标 限于梁有平的水准 应该是有人庇护了他 是谁不清楚了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很多 至于算卦的能力 各大体系修为高决的强者 都有手段 应对针对自身的占卜 但无法为他人庇佑 除了一个体系之外 说到这里 四号堕了顿 隔了几秒才说到 四天剑的术实 仿佛一道闪电劈在众人心头 四天剑的术实 许清安吃了一惊 四号你的意思是 绑走梁有平的 是四天剑的术实 这一切的猜测 都得是梁有平失踪这个剑体 如果梁有平真的是 被四天剑的术实卢走 那么 为什么张寻甫不知道 亦或者 是故意向二号隐瞒 不像是隐瞒 他们应该真的不知道 这就更耐人寻味了 但有一点你们要警惕了 我们能猜到这一点 乌神教的人也能想到 毕竟术士克制挂术和咒杀 于是这才有了今夜的梦中审问 试探梁有平有没有落在 打更人手里 这样的试探 不会只有一次两次 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反向锁定幕后主使 你将此事告诉张寻甫 他懂得该怎么做 一号随后发表意见 还有一点 对方既然来试探 说明已经做好梁有平 落入打更人手里的心理准备 至少在他们眼里 落入四天剑术实 和落入打更人手里 性质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势必已经做好 玉石剧坟的准备 听到这话 许清安和李妙珍 心里都是一灵 许清安心说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只能先下手围墙 擒贼先擒王 不过围巾之计 事先找出那位幕后黑手 否则敌在案我在明 没搞头啊 这是一号问道 这案子虽然麻烦 但以许清安的能力 应该不至于束手无策吧 哎呦呦一号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 不行出本书 许清安感觉自己被舔了一口 嗯还挺舒服 李妙珍回复 他在冲击炼神镜 状态极差 许大人这么快就冲击炼神了 他离京之前 距离炼气镜巅峰还差些许 我以为他晋升炼神镜得开春 真是令人吃惊的天赋啊 原因只有许清安自己知道 他晋升炼气镜以来 身边问题一大堆 修炼的时间反而不多 赶往云州的路上 除了和同僚吹牛 大部分时间都很无聊 只能修炼 因此进步神速 不 这份天赋 看真惊是害俗了 本来大家并不在意 毕竟七品的炼神镜不算什么 天地会里个个都是人才 智商高 说话又好听 一位炼神镜舞者 掀不起什么波澜 但听一号和六号这么说 纷纷来了兴趣 包括与许清安三次元里 接触过的李妙珍 听你俩的语气 这位铜锣似乎很不一般 还是个天才 横远和尚想了想回复 倒也不是 只是他离京时见过我 就他当时的状态 晋升炼神镜应该再开春 没想到这么快 一号对他应该更了解 我上次讲过他的背景 不过当时没有告诉你们 许清安此人加入打根人时 只是练经经 到现在为止 难打满算也就两个月 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 每个人都能听出这句话里 蕴含的巨大信息 两个月跨一个品级 不管是在什么体系 什么势力 那都是最顶级的天才了 四号呢 不由的想 三号疑似许清安堂地 清气冲销的缘由 很可能与这位堂弟有关 现在又出了一个天资 如此出色的许清安 这京城许家 恐怕在不久的将来 会成为京城冉冉升起的新星 金莲道长将帝书碎片 赠予那位堂弟 其实是打算兄弟通吃的意思 李妙真吃了一惊 那天一号告诉他的 通篇都是许清安破案 如何如何如何厉害 但在天赋方面却没有提一级 不知道他熬了多少个日夜 李妙真忽然很好奇这个问题 还好吧 两个月破一品嘛 一直插不上嘴的五号传书评价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许清安开小号 为自己装 嗯 我没说不好呀 只是我也两个月就夸一品了 我现在准备培养命骨 就四六品进 我从八品到六品 就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 嗯 一个大大的问号出现在众人脑海里 四个月夸两品 两个月夸一品 没毛病啊 天地会成员们好像知道 金莲道长邀请五号加入天地会的原因了 李妙真兴奋的在床上打了个滚 握住拳头 用力的挥舞了一下 果然呢 向天地会成员求助是正确的选择 心机深沉的一号 经验丰富的四号 以及聪明绝顶的三号 他们齐心协力之下 竟这么快就把案子的脉络梳理清楚了 甚至给他想好了接下来如何应对 次日 许清安顶着乌气抹黑的眼圈 来到大厅吃早饭 不久 张寻甫与江绿忠等人也下来了 李妙真是最后一个登场 穿着软甲 背着银枪 腰垮佩剑 甩起的高马尾 一甩一甩 身后跟着倾国倾城的妹 宋庭峰和朱广孝默契的背过身去 留给苏苏一个后脑勺 李妙真净直去了张寻甫和江绿忠那一桌 先是看了眼许清安 然后略有些骄傲的 昂起尖翘的下河 我已经破案了 张寻甫和江绿忠相视一眼 或者目光微闪 我们到房间说话 宁验 你也来 房间里 李妙真会声会色的把聊天记录转述了一遍 听得张寻甫和江绿忠一愣一愣的 李将军心细如发 本官佩服 张寻甫惊人一阵 熬夜的疲惫都退去不少 江绿忠也对这个瓜子脸的美貌女将刮目相看 李妙真矜持的笑了笑 忽然扭头看向许清安 你似乎对本将军的推理不以为然 废话 咱们是群友 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茬啊 明明有的东西 还偏要装一装 许清安配合着露出震惊和钦佩的表情称赞道 李将军的办案和推理能力比我更强 徐某人佩服 佩服 李妙真微微一笑 本将军倒是也没想到自己有几分破案天赋 他觉得 在许清安这个高手面前压他一头 简直太爽了 许清安也觉得很爽 因为将来身份曝光了 社会性死亡的不只有他 不知道为什么 一下子就觉得未来充满光明 许清安笑了起来 吃完早膳 张寻甫正准备去一趟都指挥使司 结果虎奔未进来禀告 寻甫大人 宋不证实 带众官拜访 张寻甫 杜吻诗与江绿忠等三人无声交换了一个眼神 显然 云州官员们是为了昨夜都指挥使杨川南被逮捕的事情来的 但有了刚才的交谈 他们留了一个心眼 或许这也是一种试探 来自幕后黑手的试探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